資料到這個YouTube的這個資料 資料表裡面 YouTube資料表裡面 現在看一下,顯示一下 比如說裡面的目前的比數大概就10來比 假如說可能到3,3之後的話也許我希望再找到 那個4的 比如說第1,2,3 4有幾題,有些沒有 比如說我找到了,我希望怎麼樣呢 在這邊做分享 分享的部分的話,我該怎麼做? 其實主要就新增 這個編號,然後名稱 跟連結 這幾個欄位把它做音色進去 那你手動新增,你只能 設計者才可以,可是一般人 你必須提供 頁面給他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增加一個頁面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之前還沒講到那個 insert的部分 那其實如果說你要新增的話 我上禮拜講過嘛,greview其實不適合 因為greview裡面的編輯跟刪除很簡單 可是insert因為他沒有辦法 有一個輸入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insert資料最快的話 理論上 比如說detailview 這個可以 detailview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 竹籃的去新增 或者還有一個 Foneview也不錯 Foneview呢用起來其實更簡單 所以這兩個的話,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等一下 先試試看Foneview怎麼來做 Foneview部分的話呢 各位或者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的書上也有講到那個Foneview的部分 OK 那我用Foneview的部分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做 在84億的地方 有Foneview控制項的使用方式 那Foneview其實就解決什麼 比如說呢 你之前如果說沒有Foneview的時候,我必須要 用一個label 然後一個testbox 一個label,一個testbox 你變成你要先自己把那個 表單建立起來 那Foneview解決什麼呢? 他會自動去偵測 你有幾個欄位 你必須,他會自動幫你顯示 就是把你之前要做的自動產生 那馬上就可以做insert 所以如果你的要求並不高,或者你的客戶 要求不多 而且他的預算非常的低 可能就是 幾萬塊的預算 那你要,他你做一個東西的話 用這個就好了 然後他說,怎麼這麼陽春 很抱歉 你的 你的預算就只能 買到青柴蘿蔔 你不要買到大魚大肉 所以這東西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要做得很漂亮 我需要美工的 我做得很漂亮,當然要另外 多花一點費用 OK,那裡面他可以做到什麼 編輯新增 刪除跟新增 他可以針對某一筆資料去做動作 那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我們一樣 在我們的方向主管裡面 按右鍵新鍵 一個新的項目 那這部分的話呢,我們就建立一個新的網頁好了 比如說這個網頁需要用來做那個 做insert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就找一個webform 然後呢,我的名稱叫insert好了 比如說這個 這個網頁名稱叫insert insert OK,那這邊的話呢,就把它做一個新增 做個新增 好,那這個網頁的主要就是我要新增一個 location temp 這個名稱是不接受 insert 再加一個insert YouTube好了 OK,按一個新增 OK 那應該是那個 保留字名稱他不允許 OK,那建立好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首先呢,一樣 第一個呢 如果說你要做 那個查詢也要 然後你新增修改刪除也要做一個什麼 data source 給他 那這個data source呢 主要動作 動作就是你 這個地方一樣去找到connect suite 因為之前我們做過了 所以你用選的就好了 這叫連結字串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連結字串 這主要連結字串 就是連結到資料庫的那一串東西 那這一串東西他已經自動產生 以往要自己自己把它加上去的 已經幫我解決了 再來特別注意就是說這邊呢 請你按進階 進階裡面的話 請你打勾 打勾這一個 打勾這一個 那這個要不要打勾 我想暫時不要打勾 印象中好像 有的時候這個部分 一定要打勾 我們先不要打勾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測試一下 看有沒有抓到資料 如果有的話 直接按完成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完成connect suite 也是一樣 差別只有是什麼 Insert Update Delete 只要打勾 就是你要能夠新增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我們就把 FoneView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呢 第一個選擇自動格式化 這個我想各位 就跟用PowerPoint一樣 PowerPoint裡面呢 你喜歡哪一個樣式 就給他選一個 比如說選擇 這一個好了 紅糖 這個看起來比較可愛 可以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第二個選擇什麼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選擇 SQL Source 1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啟動分頁好了 他如果有好幾頁 他會有好幾頁出現 好了之後的話呢 這樣子 就已經完成了 那你想說 可不可以Insert呢 直接 執行之後就可以 他自動會把 每一筆資料 用 一個Page 就是一筆資料 一個Page 如果說你要Insert的話 直接按Insert 他就自動會跳出 一個表單出來 可以讓你 新增資料 OK 我想 我把他Run 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已經Run 然後呢 他只是說 我把他 重新再Run一下 因為這個畫面太小了 我把他再重新再轉一次 把這個可以拉大 因為他預設這麼小 你可以把他再拉大一點點 然後把他做Safe Safe之後 直接重新再重整一下 那重整之後 特別注意 因為那個Key的部分 是 他不會自動產生 所以 可能你要先看一下 因為這樣有一個缺點 就是 這個Key的編號 你不能夠 重複 如果重複 新增 很抱歉 就錯誤了 而且也不能弄 就是不能空的 也就是你要先看一下 到底 第幾筆 你會想說如果 要能夠 自動化的話 那很抱歉 你就是要 另外再寫 自己判斷說 讀到最後一筆 到底是哪一筆 然後呢 看編號是多少 自己再加1就好了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要手動去寫 如果你要方便簡單的話 就這樣子 看 你可以跟User講說 這個 最後一筆 確定一下 你不要亂 你要先看編號多少 自己再加1 這樣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因為 他只要能夠接受就可以了 那也還是可以達到目的 那這裡的話 新增 比如說我要新增第20筆 那去找一下那個 影片 比如說影片部分的話 我就去那個 YouTube裡面找 找那個 PowerPoint好了 比如說TQC PowerPoint的關鍵字 裡面的話 就有 吳老師很多 影片 那裡面的話 找到這個好了 40 408好了 比如這個 影片 然後 就 直接 可以把它 弄起來 那裡面的話 我要 放什麼呢 比如說標題部分 標題部分的話 就是408 然後 他的那個 再STOP一下 這邊的話 把標題打上去 408什麼 自己再查一下好了 然後 這邊的話 影片的連結 分享之後呢 其實就會有這一個 那你用遷入也可以 遷入裡面 其實 這個連 後面這個部分跟 這個 這個部分是一樣的 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其實你從這邊複製 或從這邊複製都可以 那我把它直接從這邊複製好了 複製一下 到這邊把它貼上去 然後把前面這個把它刪除掉 OK 這樣一個插入 這一筆資料呢 就進去了 就這麼簡單 哇 所以你看我沒有做任何 我沒有以前要寫一堆東西的 現在 完全不用寫 以前還要懂什麼 SECLE語法 Insert into 哪個欄位 Values 什麼什麼什麼 光把這些寫完 你可能已經 已經可能已經 這個這個頭昏腦脹 那現在是完全不用寫 就完成這件事情 完成這件事情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你可以跳回去 所以其實最後的話呢 你可以在底下再加一個動作 就是說 把這個地方再加一個超連結 那超連結當然有很多方式 你可以在這邊做超連結 或者是給它一個button 比如說我今天要跳回到哪一個 跳回到我那個主頁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button 那button名稱的話呢 比如說叫做什麼 回去 這邊是insert 那這邊就觀看 比如說你要觀看影片 那你就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直接 把這個按鈕 把它跳回去 跳回去 跳回去其實非常簡單 各位可以找到這邊一個 Postback UIL UIL的部分的話 請你找到 因為我是這一個 OK 按確定 那你們找到自己的那個網頁之後 按save 之後呢 那你重新 新增之後呢 你要看到結果的話 就很簡單 直接怎麼樣呢 直接按觀看影片 按下去 就跳回來 對不對 現在有沒有新的 新的影片有沒有進來呢 點下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看到了 有沒有 408按下去 有沒有出現 如果出現的話 就表示你成功了 你看今天完全沒寫任何一行程式 資料庫就可以運作了 那你要更好的話 就要多做一點事情 那另外呢 當然這個有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你今天 按下去 其實在這一頁可以跳到那個新增畫面 可是會有個問題 每個人都可以新增 那就有問題了 那你當然如果你是分享的網站 你任何人都可以PO影片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你要登錄的話 Login Login的方法有幾種 第一個 陽春版 就是 他就判斷有沒有 這個 你的 就是一組 帳號密碼 那第二種是比較精緻的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ASP 裡面 提供的登錄系統 你只是需要做設定 不用寫程式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 做出來 然後試著也把資料可以新增進去就可以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延伸出去 看看能不能做一個 登錄系統 也可以讓人家簡單的登錄 反正就一組帳號密碼 如果 只是中小企業你也不需要 太多帳號密碼 頂多就兩組 那就不需要殺機用牛刀 你說 用那個 KASP大內提供的登錄系統 你光設定 你就 有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吐血 那為什麼不簡單 就是一個頁面 進去 帳號密碼對就跳過去 不對就跳回去 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新增的這個部分 先做出來 那這裡的話 主要我們是用 FongView的部分來做 FongView的部分來做 FongView的相關的說明 我想各位也可以 自己再看一下第八章的那個相關的說明 基本上 因為主要的 功能其實還蠻簡單 主要就是可以 簡單的新增 修改 刪除 其實這個 這個 控制項還蠻容易上手的 嗯